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Katy 其實我用了沒多久 因為這是新的系統 所以不可以說我教你怎樣用 只是分享一下我認識的做法 或者簡單的功能和介紹給大家知道 其實可以怎樣用 有其他同事可能對電話方面都熟悉 或者其實有阿韻老師都用過Katy 其實大家有甚麼問題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都可以的 大家都認識我 所以我不介紹自己 我是社工系 Katy基本上我們是用來做電話訪問的 這是我們搜集一些意見 是最好用的一個工具 Katy在我們這個房間裏 其實是安裝了20部 我都簡單介紹先 有些同事因為上次沒有來 所以都不太認識 20部其實包括我架頭的這一部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做電話訪問 如果你有一個管理員或管理員 其實你的管理員或管理員就用這一部 其實最多可以有19部在裡面用到 在哪裏電腦裡面有呢 就是你見到電腦前面有個電話那一部 就有Katy裝進去 所以後面有一些是沒有的 雖然有電腦但其實是用不到的 這個系統就是 因為它發展的都是外國 主要是英文的 所以稍後也會介紹 其實我們用一個在香港 基本上我們會用廣東話 或者中文 所以裏面的一些問題 可能我們會遇到的 因為它始終它主要的language都是英文為主 所以我們稍後會介紹一下 Katy其實分開主要兩個部份 一個叫Survey System 一個叫Interview Station 兩樣東西 簡單介紹一下 Survey System 其實就是給一個Administrator 或者Manager去用的 包括我們預先準備的一些工作 就是在這個Survey System 那裏做的 Interview Station 就是給那些訪問員去用的 所以一般來說 其實最多我們找一些 Silton Helper 或者找一些訪問員 去幫忙做一個電話訪問 其實他們會用到的地方 就是Interview Station Interview Station 其實很shakeforward 你開啟之後 接著就看到有一份 你會按一些按鈕 拿了一份文卷出來 那個訪問員就根據 看到那份文卷 然後又輸入資料 慢慢一步一步的 完成那份文卷 這就是Interview Station的用處 我們的機器 其實兩樣都開了 都裝了下去 那20部機器 有Survey System 和Interview Station 都裝了 不過大家就不要開 因為有一個問題 因為基本上 我們的檔案 我們現在的 這個系統的所有的檔案 特別是Depart檔案 我們會儲存在同一個地方 會放在一個伺服器上 所以就是 如果你每一個機器 都開啟了這個 Survey System Administration 那個 其實如果你用同一個 檔案是會撞了 是有問題的 OK 當然了 在Interview Station 我們會用同一個檔案 來儲存的資料 同一份文卷 甚至是用同一個 電話的檔案 去打電話 所以這個開了 開20部機器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Survey System 如果你開多於一部 而用相同的檔案 就會有問題 那個檔案就會死了 會輕了 然後就會 直接不再開得到 所以 我都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首先我們就不開 因為我會慢慢 首先是試給大家看一下 大約我們那個 文卷是怎樣 接著就試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Survey System 究竟我們去做一個電話訪問 其實可以 要有些甚麼的準備工作 要做些甚麼 然後 接著最後的時間 我可以有張紙的 工作紙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一下一起去 如何去做一份文卷 準備一份文卷 給我們做電話訪問 OK 這就是這樣 我們先介紹一些 電話訪問的步驟 我們要做一個電話訪問 基本上有一些東西要 第一樣想到的 可能就是要人 就是要訪問員 OK 都說說大概狀況 因為我自己做過 或者找老師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試過兩班同學 來做這個電話訪問的 我大約做的時間 是每天晚上的大約是 兩個多小時至三小時的時間 其實呢 我都會坐光了 有20個同學都會坐光了 OK 因為我班剛剛有40人 所以分了兩班 變成這部都用了 每一次大約我們做到的結果 即是兩至三個小時 大約都是一般的 大約是60至70個成功的一個訪問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OK 這就是我們的經驗 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 是 我問卷的問題是 計算一些背景資料 大約是20條之內 十幾二十條 一般的電話訪問其實不會太多 最好的就是15條之內 包括年齡、性別等 就會好一點 因為電話訪問很容易被人切線 長時間的時候 別人要切線就沒用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 如果好一點更好的 可能是十題以內 但我們做社會科學科的研究 十題以內包含了幾題 個人背景其實沒甚麼用 沒甚麼資料 所以就會多一點 15至20條 太多其實就做不到 OK 這就是我們的經驗 為甚麼會這麼少呢 其實他打的電話同學 打得不少 一個同學 都打了幾十個電話 反過來就是 會令到回應率 我們的回應率是挺低的 OK 這就是我們的經驗 待會有時間再說 為甚麼會這樣呢 有很多因素導致 一來就是我們的學生 都是試一下去做 不是一個有經驗的訪問員 第二來就是我們 第一件事就是 要電話訪問 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要有人之外 就是要有電話 OK 這個電話就是最大的問題 電話怎麼來的呢 我怎麼來的呢 我還有 十年前的一些電話簿 十多年前 不知道是十年前 2001年 我十年前 在電話公司找到的電話簿 已經變得這麼小 如果大家 比較不是年輕的 就知道以前的電話簿是很厚的 因為我們有私隱條例 因為我們有私隱條例 所有的住戶 是可以不顯示 他的電話號碼和姓名 所以很多人 選了他不顯示 他的電話號碼 他就不會放進去 所以 一本在十多年前 一本就是一個 地區的電話簿 即是香港九郎新界 一本香港 一本九郎 一本新界 分三區 還有這個是PCCW 正是PCCW 十多年前還有 但現在大家知道 我們不單是一間 有線電話公司 其他電話公司 是沒有一些電話簿 以及PCCW 都應該沒有了 已經沒有再出的了 所以我的電話 其實我找回舊的電話簿 叫同學在裡面 抄了一些電話簿 我們調查的一個方法 最好是 就是一些隨便 但是當然 我們的相片 在這裡 當然是不足夠 沒有全香港的電話 但我也希望做到 比較隨便 我們的方法就是 我會指示他 每一欄 第幾個號碼抄出來 就做一個 Systematic 隨便的方法 去抽個電話 每個同學 就幫我抽一百個電話 所以一班 我有四千個電話 約望 就是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 我有電話的 那個 那個來源 OK 所以其他一些 研究機構 調查機構 他們的電話怎麼來 他們是早回來的 早早幾十年 以前是 真是很厚的 一個電話簿 他做完調查之外 其實System 如果你有 賣完的部分 他可以告訴你 有哪些電話 是沒有用的 哪些電話 是商業電話 他自己可以篩選出來 他們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 我們這個系統 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是找不到的 好了 因為 為什麼剛才說 我們成功率這麼低呢 就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有的電話 其實是一些舊的電話 所以打去的時候 很多是 沒有人聽 或者是沒有了電話 因為這些是十幾年前的電話 現在 有部分可能沒有了 還有因為 是十幾年前的電話 我的經驗就是 打去的時候 有很多 聽電話的人 都是比較年長的 OK 就是有些很年老的 六十幾 七十歲 八十歲 其實他都不知道 我的同學做什麼 或者是 聽不清楚 所以是不成功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所以 大家想去做一個電話調查 是讓學生去做為一個 學習呢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做為研究 我們還有很多的限制 OK 我們慢慢去試一下 如何改進 好了 所以 我們有人 有電話 跟著第三件事 就是 要一份問卷 所以 最大的 一個 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 將我們有的問卷 放進去 Catie的系統 裡面 然後他才會 可以 幫我們 顯示給那些訪問員 做那個電話訪問 OK 這就是我們要準備的工作 所以 我們可以先看看 真的做電話的時候 的問卷是怎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試一下 就是 interview 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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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訪問員 去做訪問的時候 我們要開的那個版面 OK 版面是這樣的 當然 我們最好就是幫他選擇一些文件 然後顯示 他才會顯示那份文件出來做 好了 那麼我們要選擇什麼呢 其實這裡有三個 三個 檔 我們要去 拿出來的 那麼 有哪三個檔 第一件事 我們其實就要有一個 文件 然後我們第二件事 就要有一個 電話號碼的檔案 第三件事 就要有一個 儲存資料的一個檔案 這樣 有三件事 那麼這三件事 我們剛才也說過 是共通的 那麼 每一部 就是interview station 都是共通用那三件事 那麼 其實實際的運作 你可以同一時間 做兩個項目 或者三個項目 都可以的 你的機器 可以是 同時間 1 2 3 4 5 做某一個項目 67 8 9 10 做另一個項目 其實沒有問題的 是按計算可以這樣做的 當然這個 跟我們的 hardware有問題 我們的網絡 按夠快有問題 OK 你可以分開來做的 或者每個同學在做不同的項目 在同一時間 都可以的 OK 即是說你可以有 A同學做第一份問卷 B同學做第二份問卷 當然 你的資料 是放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的 你用的電話 都可以選擇不同的地方 那麼基本上 這個部分 我們就 在哪裡拿的那個問卷 就是 Add那個地方 OK Add那個地方 Add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拿 那三個file 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問卷 一會兒我再詳細說 一個問卷 怎麼做 第二個就是你擺 Data的地方 第三個就是 這個Sample的意思就是 你的電話號碼來自哪個file 這三個地方 OK 基本上我都幫你們做了 我們會在一個共通的伺服器 我們就試一下去做一個 你們應該是Demo 然後第二個也是Demo 第三個就是這個 叫做Workshop OK OK Question Sample Data OK 其實Question 就是那個問卷 Data 就是擺資料的地方 Sample就是那個電話號碼 我們要預先 在 剛才那個Administrator會用的 那個Software 去做了先 只要在這裡選擇 我們就可以去 顯示那份問卷 我們進去之前 我們中間還要做一件事 叫做 So answer grid 那這是什麼 因為我其中一些問題 在這份問卷裡面 是一個table的形式 如果你不選這個 它出不了那個table的形式 所以我們要選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試一下 去看看問卷是怎樣 以及入一個資料 一兩個資料 按OK 這個系統 第一件事 按OK 其實每個人 我們做什麼訪問呢 每個訪問員 都會給他一個號碼 就是我1 然後你2 他3 OK 他會在做之前 叫你輸入 你的訪問員的號碼 其實這個系統 會記錄下 哪個人 哪個訪問員 是進入了機器 OK 但是呢 我後來找回 就是我們暫時的系統 我是找不到的 即是哪裏顯示 究竟哪個訪問員 是做了哪一件事 其實是找不到的 可能因為我們的系統 是買了最基本的 一些提升的功能 是沒有的 所以是沒有的 OK 不過都要照進入 我們每個同事 可以進入一個號碼 沒有所謂 一個數字 兩個數字 三個式 都可以 顯示第二個畫面 即是你按了一個 你是哪一個訪問員 訪問員 然後他記錄下 你登入了這部電腦 OK 其實這個系統 如果要提升一點 是會 我們管理員的機器 可以馬上看到 有哪個人進入 開始做文件 或者他做了幾個 他的狀況 包括就是 幾個成功 幾個失敗 打了幾個電話 全部都會顯示 不過我暫時 看不到我們現在的 那套軟件 是有這個功能 可能要給多些錢才能做到 他有些加上的功能 可能要給錢 不過我打算詳細 跟客戶商談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買 都是賣最基本的 這個版面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打電話的 所以 左上角這個 就是一個電話號碼 就是我原先 就是放了 我剛才選了一個 放了電話的 一個Database的File 進去 這個電話 應該是隨便出來的 OK 應該是 我忘記了 我知道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是否可以選擇 是怎樣出發 這個 我就沒有詳細去研究 這個號碼 好了 這個號碼 為何會有1 因為我試的時候 有試了幾次 所以這個是打過的 OK 但是我選不成功 它遲些會再打回來的 所以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我們會 在入這些號碼的時候 設定一些條件 包括是 這個 每個電話號碼 你最多打一次 你多久之後再叫 可以用它 即是再打 再顯示過 OK 類似 這個就是它在Database抽 一個電話 所以每個同事 看到它的電話號碼 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 電話號碼 每個機器 是不同的號碼 OK 不過 上次的分享 也有說過 我發覺是有些問題 有些號碼 我明明說是已經完成了 它又出現過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 這個要詳細 大家再試得久一點 才知道 是不是這樣 這裏其實就是 它顯示的號碼 我們的系統 現在是 不會直接去打電話的 因為我們的電腦 沒有Modem 接駁了它 其他大學 是電腦 你一按鈕 它自己自動 去打電話 我們就是 要看到這個電話 自己拿在 打號碼裡 去打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限制 每個同學 看到這號碼 他就要打號碼 不過就是 我的做法就是 其實最好就是 你叫同學 預備一張紙 去寫下 你打過哪個號碼 那個號碼 打完之後的結果 是怎樣 如果那個號碼 或者中間做的訪問時候 有些問題 去記錄它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純粹靠電腦 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試過 或者找老師也試過 其實中間有很多事情發生 是不行的 OK 不過大家自己試過經驗 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打完 這個號碼 其實打完之前 就按了一個 訪問便會看到 如果完成了 打完電話號碼 這裡有個位置 叫做結果 就是這個號碼 打完之後 有什麼結果呢 這個號碼 就是完成了 所以 如果你打個1 做完問卷的訪問之後 打1 這個號碼 下次不會再出 理論上 因為它已經完成了 但如果你選擇別的 譬如說 這裡有很多的分類 其實這些可以更加 如果大家有同學 有同事 可以有興趣 你可以加減也可以 不過我就沒有去加減它 因為我也沒有 看到這麼深的分數 包括這個 就是 如果我們打這個 我可以試一個給大家看 假設我做完 隨便打一個 叫做一個叫做 叫做一個叫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那個人我打去 他說 我現在沒有空 OK 那我們通常會問他 你什麼時候有空 這樣就可以在這裡 寫一個日子 時間 什麼時候有空 那麼電腦 理論上就會記錄了 他會在這天的那個時間 裡面 再叫做那個電話 再出那個電話 這個理論上就是這樣 例如我會出一個 例如你 你當日馬上做 是 你已經記錄了很多 會不會記錄了 哪些人打不到的話 什麼時候可以再打 否則我都忘記了 什麼時候再打 這個電話其實 它會記錄在電腦的系統裡面 它自己幫你 譬如說我定了 30號才 他說有空 30號晚上10點才有空 是 理論上就是這個電腦 會在30號的10點才會出這個號碼 這樣 是的 但我不知道 對方跟著那個接手 他可能會是另一個 是 但是他 那個電話是不會被同一部機 出的 就是在這個時間裡面 在10個機 隨便一個機 去打電話 其實他的做法 就不會被同一個訪問員 去打回同一個號碼 你現在想問 應該是 就是 下一次打的時候 是 會不會知道這個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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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例如 看到拖二是否 是 這裏有一個顯示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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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電話是 不是第一次打的 他下面這裏會顯示 打了多少次 OK 他會顯示到 因為這個就是 一個新的電話的Data Base 所以就沒有顯示這些東西 他會顯示 什麼時候打過這個電話 打了多少次 都會顯示到 那 所以呢 那個電腦 那個訪問員 看到這個版面 就知道這個電話是否第一次打 你之前有沒有打過 打了多少次 這樣 都會顯示的 那麼 有其他的一些 答案 就是 有些是 就是 中間的時候去拒絕你 這個是 政府的部門 或者是商業的機構 他是 這個 錄音 各方面的東西 他不是說廣東話 這樣 那麼 有一些呢 他就不會再去打的了 那個電話 OK 理論上是這樣的 有些就會再打 包括你 預約的Callback 或者他暫時 refuse B時 B時 很忙 不過我試過就是 上次分享的經驗就是 有些人說很忙 其實他就不是忙 他不想聽你的電話 那麼他就會 不斷去再對訪科去打 打了幾次呢 他就說你再打來 我就報警了 那麼這個情況 所以要提醒一些訪問員就是 何時呢 其實你要自己想一下 究竟他真的忙 還是他拒絕你 OK 好了 那麼這個就是 每次做完呢 我們要記錄下 結果是怎樣 那麼就 令到電腦的決定 究竟這個電話號碼 是否再出現呢 還是怎樣 OK 好了 我們正式做呢 就是按 interview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 問卷的版面 OK 好了 現在 我們的問卷 當然 這個問卷我們要 預先準備了 進入了電腦 剛才的administrator 那個部分 然後才會顯示 好了 這個 我們進入的資料時候 一會兒會見到一些問題 可以 我特意這樣做 都沒有改變 給大家看看 我們這一版 叫做 instruction 或者是introduction 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 我們做任何訪問 都是最好用回廣東話 因為 就是希望那個訪問員 跟著我們的字 我們定的所有字 的問卷 就一直跟著來講 就不會說了另一些字 就是大家有一字 用同一個字眼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但是當然 有些限制 一會兒的限制 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實有些廣東話的字 這部機器 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出的 在這些 instruction的部分 或者問題的部分 是能出的 但是答案 是不能出的 不能出廣東話的字 所以你待會看到 就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做的 一般你電話訪問 就會做個 戶中抽樣 正式來說 因為要有 除機的一個部分 所以要問問 如果你定了 是多少歲會做的 問問 多少歲的人最近生日 這是其中一種 抽樣的方法 然後找那個 最近生日的人 聽這個電話 就開始 才做一個訪問 OK 那 假設就是 那個人成功 答應你了 我們就按一個 Enter 下去 下一個 那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OK 這就是 我一個問卷 就是有機會 可能真的會做的 就是關於環保上面 這就是問題 下面就是這個答案 OK 我特地這個就是 有些 如果他回答4和5 就會跳了下一條 就跳到第三條 才回答的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設定邏輯 就是我們的問卷 這是一個叫 整體詢問 就是有些人回答4、5 其實跟著那條 就不應該回答 就跳過去 下面那個答 是可以這樣做的 OK 當然這個邏輯可以是 多於一個 譬如說 踏第四的跳到第三條 踏第五的跳到第四條 這樣也可以 待會我會介紹一下 怎樣做這件事 那麼 這裡有一個位置 就是 剛才那個就是 因為介紹 所以 基本上 沒有東西需要打 入資料 因為 如果那個人不對 其實就走出去 即是說 其實剛才那裡 如果它不合五 你怎樣 就立刻刪回它 這個問卷不要 再去告訴電腦 這個就是拒絕了 再去出另一個號碼 再打個 這樣去做 因為 這個介紹 無論什麼人都要看一看 所以我們唯有一個方法就是 刪回它 走出去 都挺蠢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它答應做 那我們就開始 我設定了 就是每一條題目 都要回答 如果不回答 它就不行了 如果你這樣扭空 它不讓你跳下去下一條 你可以這樣設定 所以說 這一條一定要打個號碼 它才可以跳下去 而且 因為號碼是12345 如果你打個第二個號碼 應該是不會跳的 打個9它是不能跳的 只可以打12345 這就限制了它打錯了一些答案 即是訪問員又跟著這條說 跟著問它 然後看看別人答什麼答案 就打一個號碼 如果假設打2 那就跳下去下一個 這就是一個table的形式 當然 好像一個量表 它們上面的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可以用一個table的形式 去顯示出來 當然你可以不選這個形式 不過就試給大家 所以盡量有些不同的東西 試給大家看看 這個table的形式就是 你下面的那些問題 其實都是同一類的問題 你放在一起 就告訴別人 你下面的問題 是關於源頭減廢的意見 又非常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你就選擇一個答案 同一個表 不過這個有限制 限制是什麼呢 你看到我們的螢幕只有這麼大 所以 如果你的問題 不是很長的 你可以多放幾條 如果像這次我這麼長的 我試過最多是放五條左右 第六條它就會遮住 它很長的 它只會讓你打 但是下面的那部分 就看不到 所以你要自己試一下 如果你的問題 只有兩、三個字 你可以打六、七行、八行 都可以 大家要試一下 OK 這個它就不會限制你的 你打十條 十條的題目 二十條的題目 都可以 但是最後那些看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限制 要大家自己試一下 這個怎麼做的呢 它的做法就不是打一個號碼 其實就是選擇的 你要全部取消 全部取消 然後才可以跳下下一條 你說漏了一條中間 沒有取消 那怎麼辦呢 它告訴你 這個沒有取消 你要取消滿才可以跳 因為我設定了 它是每一個答案都要全部取消 才可以跳下下一條 會好一點的 原因就是 因為 不是每個訪問員都這麼專業 尤其是學生 可能他打了兩個 就跳下下一條 那就算了 我們有些強迫他一段答的 就會多些有效的答案 就會拿回 全部取消 就會跳下下一條 好了 這個就是 順著下 如果 skip 是怎樣呢 就是有些問題 比如說 假設這條 我不是回答第二 回答四 回答第四 回答第四 它馬上就跳下 下一條 剛才那條 就沒有了 這就是一個邏輯 可以定了 回答什麼答案 你跳去哪一條 這個KT的其中一個 比較有用的功能 就是這樣 可以自己幫你跳 跳到第幾條 好 這個也是 香港海產清潔 就給你問一個答案 一般我們就 做電話訪問的同事 熟識的 我們都會有一些答案 就是叫做 不知道不清楚他答 當然 訪問員就不會 說出來的 這些答案 因為有時候他真的 不記得 會不會停在那裡 停了兩分鐘都答不到 我們做不到這個訪問 所以他真的 不是很想答的 或者是不答的 訪問員都可以 打這個答案 跳過下一條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有這樣的答案 好 好 下面也是類似的例子 接著 這個就是多項選擇 例如這個題目 你認為海灘垃圾 源自哪個地區 可以多於一個 好 可以香港、澳門、內地、東南亞 其他地方 可以一至五都可以 所以在設定的邏輯裡面 我設定了 其實他最多可以有五個答案 不過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OK 如果我們打一個答案 怎樣呢 怎樣跳過 有些人可能只是給一個答案 沒有 可能他只是說澳門 那就是答案 他沒有第二、第三、四、五個答案 怎樣呢 都可以照做的 但是你至少打一個答案 接著就按 這個會淺了色 你見到其實 你就入了第一個答案 1 接著你再按一個按鈕 就會跳到下一條 OK 即是你不一定要 需要全部回答五個答案 你最多五個答案 如果你按了五個 它自己會跳到下一條 如果你按了一個 你想跳到下一條 你就要自己加一個按鈕 就會跳到下一條 問題是什麼呢 一會兒我們看回答案的時候 就會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系統的問題 就是 剛才那個最多有五個答案 如果你按到一個 後面那四個是怎樣 它是不會流空的 它會把下一條答案 抄到前面那四個答案 是很蠢的 應該是一個筆 它不會 剛才應該有五個答案 最多 我第一個選了一 接著其他四個沒有選 接著它就會將這條 譬如我選三 它就變成一 四個三 接著加上這條的三 是這麼蠢的 這個應該是筆 它就不懂得一 接著留空了四個 接著就到這一個答案 我弄了很久 都不知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多項選擇 最好就是叫訪問員 記錄下這條題目 究竟你真的入了幾個答案 後面那些就是假的了 它是電腦弄出來的 這個沒有辦法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解決問題 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多項選擇的時候的問題 OK 如果它不是多項選擇 就會比較容易 OK 好了 那你說 如果要避免的問題 可不可以 我跳到前面 你又不知道 或者它答 我打了一之後 打四個九 可以嗎 又不行 因為它每個答案 只可以出一次 所以你打第一個九就可以 接著其他兩個九 它不讓你過 因為你重複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系統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多項選擇的一個問題 多項選擇 真的要記錄下 在紙上 然後去改回它 待會有一個地方 那個管理人員 可以改回答案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OK 為什麼我會知道 其實你自己試得多就會知道 其實我會慢慢試才知道 什麼問題出來 所以第一次做 應該多數都不成功 因為我試過很多問題 試過死機 伺服器不行 電腦壞了 很多問題 慢慢試就會好些 你會看到 因為這個 What is the answer 其實它本身就是 一個英文的系統 所以它也會顯示一些英文 剛才 或者跳回前面 忘記說 就是 你看到 有些廣東話的部分 就是 看不到的 譬如說這個 在 這個上面的 heading 它就會顯示到 廣東話 到下面這裡 就會顯示不到 廣東話 所以你看到 有一個文化的 這個是一個D字 多付一些錢 OK 減費的知識 OK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出現的所有東西 廣東話的字 是顯示不到的 OK 其他U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program 去修改一下 可能會做得到 但是我自己不是修改的 所以我是修改不了的 OK 所以呢 我們有些廣東話的一些 用字 其實就顯示不到 就令到我們 其實做這個電話號碼 有些限制 其實我們 最想就是 跟我們的口語 打出來 但是這個就沒有辦法 做不到 OK 好了 那我們也 隨便打一個號碼 其他一些 好了 不好意思 你剛才說 也有幾個限制 那限制是 即都可以是 給到錢 再改善 還是直接 是否可以問回家 去改善 我想我們要去問他 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是否那個program的不 可能要他改善 還是怎樣 我們會再去 IDS的項目 會再去跟他商量 如何 不過你說 有沒有更多的功能 可能真的要付錢 但是我就不知道 學校會不會付錢 我不知道 看看我們用得多不多 可能他用得多 有需要的 可能他就會付錢 好 好 我相信是 其實他有些program 自己去改善一些東西 因為始終那邊 開發的 這個系統的人 他不是中文的 所以我們用了中文 是有一些地方 會可能會 崩潰了他的理論 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們就結束了 基本上我電話訪問 我的習慣就是 性別打在最後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不需要問 你很尷尬 請問你是男還是女 你聽到應該聽到 所以這個也不是一個問題 通常最後 剛才說 一開始訪問員 其實電腦入了個號碼 開的時候 但其實我找不到那個號碼 在哪裏顯示 所以我會後面加多一個 最後一件事 就是 叫那個訪問員 完成後 最後再打你自己的號碼 這個就是一個 打數目的問題 可以打數目 你可以限制幾多個位置 一個位置 兩個位置 三個位置 我就叫他打一個號碼 其實這裡就要打一個號碼 他才是12號 才會跳出去 那份就完成了 他就儲存了 好了 好了 轉圈後 結果成功了 一 他就會出另一個新號碼 再做下一個 做法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顯示給大家 看看那個 問卷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系統的功能就是 讓訪問員 立刻在螢幕上看到 一份問卷的每一條題目 要跳的題目立刻幫你跳了 那麼那個訪問員立刻可以輸入答案 輸入完之後 你開的Administrator的部分 就立刻看到了 那麼我開給大家看看 但是就 大家就 不要開了 因為又會 crash 我 OK 這個就是Pinter的問題 就是 好了 基本上那個Data 就是 剛才那個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Data 你可以立刻看到 就叫做 Real Data Fab By Question 這個就是剛才進入了的 每一條的資料 OK 每一條的資料 那麼他自己會打一個號碼 進去 就是跟次序 先後 即是誰先就誰 把號碼 上次都說過 如果你是同一天做 他會 即是號碼都OK 雖然有些是 這個15在後過前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點問題 其實基本上我和自己做 不知為什麼會有些先有些後 OK 但是如果是 這個File 你做了一天 你隔過第二天去做 他中間會有很多 漏空的位置 不知為什麼 這個也是筆 OK 即是開回 這個File再儲存 即是同一份文卷的資料 就下一次再做的時候 就中間有多了很多空位 不知為什麼 我試過是這樣的 那麼 這個就是多個System的問題 好了 那麼這個就是資料 即是Data的每一個資料 那麼每一條的資料 就可以在這裡看到 所以就即時 其實知道了 這一晚做的結果如何 那麼 這個資料在這裡說 就可以在這個Data的地方 叫做View Data File 去看得到的 OK 那麼這些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其實我都還未開始用的 那麼 如果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都可以的 那麼 那麼有個資料可以怎樣呢 其實它這個有個報告的 報告的就是 它會做一個報告可以有些 或者是怎樣去有些頻率的 一些資料 不過我也不用這個 因為當然了 如果我們要的資料 當然最好就是放回Excel 或者是SVSS 就用了 因為這個System 它根本上不是做一些分析的一個元件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沒有用了 去做一些報告 那麼我們的Data 如何拿呢 其實就是在這裡有一個 Export的地方 去拿出來的 好 抱歉 我有點收音方法 那麼 Export 基本上 最簡單的可能就是 Excel的文件 OK 接著就去 或者是CSV的文件 其實CSV就好過Excel 因為我試過 因為Excel 它去Export之後 好像也有些問題 那麼CSV就會好些 有Header 接著就 OK 它會問你放在哪裏 譬如說放在那裏 你自己要選擇的一個位 那麼就會 Save 就會Save 到那裏 我剛才選了Desktop 那麼你看到這個仔 剛才的那個法 記得法 第一行就是那個 Valible Name 這個 那這個Q12345 其實是 你可以入資料的時候自己選擇 或者是它幫你 將出來也可以 如果你不打 它就會將一個號碼 即一個印號出來 下面就是每一條的資料 OK 那我就 就先休息層 OK 或者五分鐘回來再說 大家如何嘗試 去做那份文件 好嗎 我先去開 搜尋系統 去展示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們一起試一下 一起去做一下 OK 那麼 搜尋系統 就是兩個不同部分 剛才我們的 interview Station 就是真的做訪問的時候 然後這個 就叫做 搜尋系統 就是那個 管理員 或者管理員 去做的 我自己先開 OK 大家就不要開 等一會再開 OK 你看到有個資料在 我先做了 我先開了 展示給大家看 大家就不要開這個系統 這個就是 就是每一條 剛才那個問卷的 introduction 接著每一條題目 就在這裡 先說之前 就 剛才說過 我們有一個 電話的檔案 那這個電話檔案 我們首先要輸入了這個 電腦 它要是convert 做這個system 的一個file OK 那在哪裡擺放呢 剛才有一張紙 就是排給大家的 電話呢 就是在這個叫做supervisor 叫做sample manager 跟著 import這個地方去做的 OK 那 譬如說 電話我是怎樣做的 首先我會做了一個 電話的database 就是用Excel 我 叫學生 幫我進入了電話 除了可以抄出來 就進入了個file 進入了個file 進入了個file 跟著我就 combine 做一個file OK 我剛才說的叫做csv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csv的DOS的方式 這樣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試過用Excel的方式 進入去 它又說我有些問題 可能就是這個Excel的功能 是太新的 這個goversion 是太新的 所以它認不到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save了 OK 已經有了 我們就放了 save了這個方式 save在desktop上 或者是怎樣 OK save在剛才那裡 OK save了 它說有些方式可能會流失 但是沒有所謂 我們就可以在supervisor sample manager import 就是選擇這個file csv的各方面的file Excel就有些問題 那 open 最後你有時間 待會可以自己試一下 不過現在就不要試 因為會 crash 這個就是你自己打一個名字 你喜歡 叫做什麼名字都可以 叫做demo3 OK 那它就save了 有些會問的 包括就是 你的號碼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system 是美國人做的 所以它就 美國的數字號碼 它會前面有兩個括號 因為它有area code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不是美國 就選擇這個 最多有16個數字的 OK 那它就前面沒有兩個括號 OK 如果不是它就會顯示有一個括號 就是在剛才那個interviewstation 顯示的號碼 有一個括號 OK 那我就選擇這個 other 16個數字 OK 這裡就是選擇 它會自己檢查 有沒有一些重複的號碼 如果你選擇 它就將你重複那些 它自己自動幫你刪除 OK 好了 其實其他基本上 都可以不用理會 我們便會 OK 這裡有些什麼呢 就是 有些setting上面的東西 它會問你 一個電話最多打多少次 第一次沒有人聽 第二次不太忙 最多會重複打多少次呢 你會自己設定的 通常都是五次 OK 你設定十次又可以 三次又可以 OK 那我們的電話 如果有做開電話訪問的同事 會知道 我們盡量都會 將電話號碼用到盡 因為我們要增加 它的回應率 因為它的回應率低 其實會影響到結果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 再試多幾次 就不會 試一次就算了 但是不用我的電話了 OK 這裡 話就說 call back 幾多分鐘 會再打這個電話出來 這裡就說 每一個小時 才會再重新 再打那個號碼 顯示那個號碼 它這樣寫 不過我做的時候 都會發覺 一個同學說 剛剛才打完十分鐘之後 另一部機又出了那個號碼 就是這樣試過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都是一些不問題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解決不了 沒有時間鬆 當然我們就是 按OK 它就會是 說第一個不是Valid的號碼 其實我也沒有理會它 應該也沒有問題 OK 那就yes 它就會做了一個新的檔 就變了是 變了是 剛才我們 你看到有6285個 進去這個系統裡面 它就會做了一個File 變成了它可以用的一個File的形式 就會在這裡 應該就會看到 剛才展示的一個電話號碼 那個File名 在哪裏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剛才打的 那個File的名字 這個Format 它才會在 剛才的Interview Station 可以讓你選擇 OK 它會在某一個Format 才可以在某個地方選擇 這個電話號碼 就是這樣去寄進去 當然現在的電話 你可以寄出的 就是這裡 這裡寄出的 這裡就是每一個號碼 它會告訴你 試了多少次 什麼時候去打過 有什麼結果 所以就是 如果你選擇 一個 舊的電話號碼 舊的Data Base 就會顯示到 究竟那個 那個 電話用了多少次 OK 我試試看 拿出來 舊的那個 是怎樣 這個應該是 這個印刷 OK 我都不知道 從哪裡拿出舊的File 應該是有個地方 可以拿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從哪裡拿 舊的一個 O number 是 剛剛我們是 活塑 應該是用 活塑 那個 所以我看看 我們來看看 應該是有些問題 開不了 是死了 開不了的 按照計就是剛才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之前的電話的資料 每一個電話的狀況 你打了多少次 什麼時候打過 這個現在不行了 死了 可以 慢一點 所以你看到 結果是這樣的 這是拒絕的 這是完成的 這是完成的 這是預約的 其實你可以改的 這個電話其實 不是預約的 應該是 第二個 B時或者 低答案 或者是 不應 譬如說 答案是機器 你可以在這裡改 我保留 你改了這個 的標準 電腦就會 不會再出現這個電話 再打一次 在這裡可以做一些改動 基本上就是這個位置 OK 好了 那麼 我首先 試給大家看看 問卷如何進去 其實基本上 我們進入問卷 一會兒 我們一起去做 就是在這個地方 訊息 一個寫 開一個新的文件 給名字 然後去做 不過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就不行 死了 OK 開啟 開啟 咦 正在使用嗎 看看 是不是有同時開啟 所以就會撞了 看看能不能 可以了 然後 來不中也有什麼問題發生 這個 就不是很穩定 OK 這個就是 Introduction 好了 Introduction 其實 這個就是 不需要打任何答案 其實很容易 第二 我們可以有文本在工作 你可以 製作了 然後 放進去 就可以了 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主要 第一項要選擇 就是 這個 第一版 這版的形式 是什麼 這版的第一版 我就說 Introduction 這是一個介紹 或者指示 不需要有答案 Introduction 就是這個意思 Y-beton就是 因為這個System 可以錄音 當然我們買的部分 我們現在買的部分 就不能錄音 就一定是打數字 入資料 上面有個名字 這個 這一版的名字 其實就是 你不打也可以 你喜歡打也可以 如果你不打 它就叫 Q1Q2Q3Q4Q5 這樣下 自己會將出來 還有什麼形式 可以是 有多選擇 或者打號碼 Answer Group 就是剛剛那個 有個桌子的形式 所以 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選擇的 每一個版面 這個Q1 因為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 不需要 所以 在一個Data Base 裡面 你見不到Q1 因為這個是沒有答案的 OK 那我們就 這一版 完結了 我想去做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問題 你可以 按這個PIN Preview 大概就會出現 是這樣的 就是在 Interview Station 的版面 當然顏色不一樣 它是灰色的 可不可以更漂亮 其實 Graphic上面 不是很漂亮 它就說 可以去 做一些 照片 照片 也可以 不過我沒有試 大家有時間可以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好了 這就是第一個部分 因為 Introduction 沒有什麼選擇 我們跳過去 Links就是第二條 第二條 就是剛才第二條的問題 這個Q2 它自己將出來 我不打 它自己叫Q2 你一 轉過去 第二版 剛才那版 就會自然有個號碼 浪費了 這個就是 Multiple Choice 選擇Multiple Choice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打什麼都可以 接著答案就是 在下面這個地方去打 1 就是一個答案 2 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東西 是會這樣的 如果沒有打任何東西 其實本來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打一個答案下去 你可以這樣 我Copy這個 就 Paste這樣 就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答案可以這樣去 逐個打就行 你Copy and Save 放進去就行 就是這裡的 叫做Anser Choices 或者是這個位置的地方 剛才說過 廣東話的字 是不懂顯示的 這就是限制 上面呢 過公碼 它又可以顯示到 真的很奇怪 即是不同的地方 是有點不一樣的 OK 這個你選擇了 Multiple Choice 你打多少個格呢 它就被人入哪些號碼 你可以 1,2,3,4,5下 又可以 1,2,3,4,5 然後跳了 然後有8,9 好像我這樣 即是不清楚 不知道 就跳了這號碼 或者是他答的 就跳了這號碼 一般是 文件都是這樣做的 OK 你1,2,3,4,5 所以你 有5個答案 你到那個 interview station 就會讓人 只可以進入1,2,3,4,5 你進入6 它就不讓你進入了 因為你超出了 你可以出現的答案 OK 那這裡是什麼呢 這裡就是 如果你選擇有答案的 這裡就會讓你打一些東西進去 OK 包括就是 可以讓訪問員進入多少個答案 1,就是只可以進入一次而已 它就馬上跳下去下一條 剛剛那個多項選擇5個 它就最多可以進入5個答案 它才會跳下去下一條 這個就是 答案打的數字 是多少數字 個位數 兩個位 三個位 OK 這就是顯示有多寬 OK 好了 這些還有其他一些 我都沒有詳細去研究過 它說還有可以分類 譬如1,2是第一類 3,4是第二類 這樣也可以 不過就未用 所以我不知道 提出了 提出了 required答案 就是 這條題目 在訪問的時候 一定要回答 一定要進入一個答案 就不可以跳下去 OK 那下面 不如我打了 待會再試一下 大家 OK 我先把這些放進去 咦 做甚麼事 打出四個答案 譬如這個 第四 如果一個人選擇1,2,3 他就會 跟著Q3便要回答 但如果選4 Q3那條 就不會回答 譬如會跳到 下去 就會跳到第四條 這樣 OK 那我可以怎樣做 這就是一個指示 如果別人選第四 我想去跳出某些題目 在哪裏做呢 在這個叫做 interview logic 我們按 interview logic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邏輯 不過我用的都是用跳距 其他也未研究 我也沒有用過 所以無法教給大家 最多都是用跳距 跳距 Skip就是我答4 或者你答哪个答案想他跳哪一条 譬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里会流控了没有东西 原本是流控了没有东西 这个就是trigger value 人家选哪个答案你想去跳 你可以回答 譬如选4 我想要4 如果你说 我连续有些答案 譬如说3、4我也想去跳 你就按这个list的按钮 你就highlight了3、4 按OK 它就说3至4 其实你打3至4就应该可以 就是3、4条你都可以跳去某一条也可以 譬如说3、4条我skip了某条题目 这里有个list 这个list就是 你后面的题目已经整齐了 你才加一个逻辑 那是方便一点的 如果你还未整齐后面的题目 整齐逻辑的logic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你后面也没有东西 所以它做不到 所以譬如说3、4我想去skip去哪 我想skip了第三条 去跳到第四条 那你就选择 Q4 它就会skip到第四条 选择 那个人回答3或4 就skip过去 立刻跳到第四条 第三条就不回答 邏輯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save 然后就是 其实你看到后面有个list 什么呢 你的逻辑可以多一个 第一个逻辑就是3、4 然后跳到第四条 譬如说 我list的就是 又是skip 然后就是 我选择2那条 其实好一点就是选择 它的list 如果答2的 我不想它跳到第四条 想跳到第六条 那你就选择第六条 然后save 它就有两个logic 就是你可以加很多logic 如果有10个答案 就是每个答案 就跳到不同的位置 你就用这个 叫做interview logic 的那个功能 去跳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 OK 就是这样做的 好了 我接着后面的 多说一点 先让大家试一下 接着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table的认识 table的认识 第三条 这个也是前面的问题 当然了 table认识前面 就可能有一些instruction 以下的问题 是想你对 源头减费的意见 答案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请选择最能代表你的答案 这些是一些指示 下面是一些问题 连终五条 OK 好了 首先我们就是做了这个部分 这个认识是怎么出的呢 刚才我们选择 刚才那些是选择multiple choice 就是 1 2 3 4 5 被人选择其中的答案 或者多一个答案 OK instructional 就是指示没有答案的 answer group 就是一个table的形式 你按了answer group 就会出了一个这样的table的样子 可以做的 OK 即是说这五条题目 都是同一个答案的 原本是这里没有东西的 原本这些全部都空了 这个位置也没有 是这样的 OK 是没有的 接着这个六字 六七八那些 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即是他放在哪个位置 所以第一个位置就是 你要打的number 就是 这一条 或者下面的这条题目 是有多少个答案 被人选择的 例如有五个的就是 1-5 我打错了 什么时候问 应该是5 其实没所谓 他都不管 1-5 或者5-1 OK 通常的table就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是1-5 当然第二条也是1-5 第三条是1-5 一样 这样做 好了 接着 怎样呢 怎样出到一个答案 在interview station的版面 就要按这个edit 按这个edit 本来是没有东西的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我加上去的 本来这里是没有的 一个的 OK 即是你每一个table的最顶 有一个column的一个名字 就是在这里加的 所以你就要选择 譬如说你下面的五条 都有五个答案 你就要选择5 它就会出了五个空间 这样做的 第一个非常同意 可以选择 这样的 可以选择 这样的 可以选择 如此类推 那你就要选择 五个答案 你就要选择 再选择 就是这样去选择 选择 你打完 它才会在最顶 显示 这个column 这个 label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位 你想它多闯 你想它窄一点 那就一 你想它再窄一点 1.7 多闯 当然 你不够的位 可能你就会 再去正闯一点 1.3 那么 闯一点 好了 其实你可以去选择 一些 形象 就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我都没有试 就是这个显示 不是一个 字来的 是一个公仔 都可以的 那我就没有试 那你选择了 接着呢 你就会看到了 在一个定位 咦中间两个显示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的 OK Add点 哦 原来没有了 刚才 OK 那么 这个顶 其实在 interview station 就会这样看到的 如果你不打 那些 label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你要打下去 它才会有 一个字 会显示出来 OK 1.2.3.4.5 刚才我们看到 interview station 就不会出1.2.3.4.5 就是你要 用个按钮 究竟是 你是选哪一格 这样的 那这个 这个 table的形式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OK 那接着 后面 后面就是 还有就是 我们有个 咦 什么问题 or where they use it by 咦 做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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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错了 OK 好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要别人 输入一个数字的 数字的 就是 最后的事 我们完结之前 就问一下 要个访问员 输入他的数字 那我们就选 这个Lumeric 他就不会展示一些答案 就会是 叫你打一个数字 那这个就是Lumeric 的 那个答案 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将我们的文件完成了 他就会在这里显示了你所有的版面的问题 然后呢 你就可以 可以在这里 Data Interview 跟着就是 Lumeric 就是你重新 就是 再去 输入一个 新的 一个 Data Base 可以给一个名字 当然了 你这里要在这个Administrator 的 系统里面 先做了这个Data File 给一个名字 他先 然后才 去 给那些的访问员 呢 拿这个 File 去处传那个 资料的 比如说这个Demo 哎 还是还蠻 在这个机器里呢 他问你 因为你新的一个File 所以 你想第一个 资料 是 从第几次开始 通常都是第一 也都是要打一个 Interview Code 隨便一个 OK 那这个又好像 Interview Station 一样 可以开始去做 不过呢 我通常都是在这里试了 看看那个版面 就是这个是刚才改了的 OK 只剩四条 看到了 刚才改了 因为原本有五条 OK 那你回答四 他就会跳到下面 那你就知道 究竟你自己有没有 就是试一试 就知道自己有没有 错 OK 那就可以在这里看 那这个 问卷呢 就是这里做的 那不如大家去试一试 因为有很多时间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他怎么做 那刚才拍了一张纸 那大家 都 开了这个叫 Survey System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有同事想去试 可以大家试一下 拍一张纸 另外呢 我刚才的问卷呢 就放了在 伺服器那里的 伺服器那里的 伺服器那里呢 就是这个 用选择 在 用选择的 用选择 的 用选择 的 例子 那这个文件就是 刚才我们的 那可以开了这个文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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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更加少些机会是会 就是 中间会 crash 或者是撞了 用不到 这样 save 那 你开了是这样的 有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 拨打的问题 拨打的问题 我们不要理他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拨打出来 那 那 你们也会是显示 刚才我那个问卷的 但我们就不改这个问卷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 新的就是在 File 大家开了没有 如果开了 我们跟着去做 在 不是File 在 Question Question 我们去 按 New 那 就打一个名字了 刚才大家每人派一张纸 那张纸 就 有个 最顶上 Developing a Question File 有个 名字 那 大家其实就打不同的名字 那就不会撞 就不会撞 就开不了 比如说Gas 那张纸 你写着001 你打001 002 就打002 那 那么我们 打 名字 你不写在伺服务 也可以的 照顾你写在桌上也没问题的 OK 那我们打 写它 那你给了名字 就会跳到这个桌上 就会跳到这个桌上 就是刚才 在 Inception 或者我再弄一次 就是 Inception Question New 接着就是 在下面 File Name 给一个新名 你选择一个位置 去Save 就是 选择一个位置 你自己作一个名字 或者用我给你一张纸的名字 叫做 Gas 选择一个名字 按Save 它出了这个 这个什么呢 要打什么呢 就是要打第一个 你这个Study的名字 打尾都可以的 OK 你喜欢叫做 这个叫做Demo Demo Demo 23 给一个名字 选择一个名字 OK Food Note 就是你想加些Note 譬如说这个File 是哪个 去做出来的 那我就打 Developed by 你自己 就把这个名字 你不打都可以的 没问题 那我们这个File 当然是做DataFile 就不是Wibatum 因为 即是那个System 可以录音都可以 但我们这个System 买回来的 就没有录音功能 OK 你可以设定个Password 即是设定Password 如果有人想去 用你这份问卷 去做个Survey 他要打个Password 才可以的 那你可以去 即是有Security的问题 即是可以不给别人 去Assess 那都可以的 但我没有试过 大家可以试一下 OK OK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由这里开始 就是做个问卷 这个名字 这个顶就是 其实不用你 他自己会去做一个Q1 Q2 Q3 所以第一版 都是由Introduction 即是 Introduction 开始 所以我们的问卷 这样 譬如说 我拼了 Ctrl-C 或者用Mouse C Ctrl-V 就可以放进去 它的Mouse 卡在右手边 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因为它不是Microsoft Office 所以它出不了任何东西 一定要Ctrl-C 接着Ctrl-V 才能够拨到一些字 在另一个文件上 OK 那就放了一个Introduction 接着这个就叫Introduction 所以我们选择 这个叫Introductional 下面就没有东西给你选择 没有东西给你选择 因为这个是没有答案的 这个第一版 我们就做了 接着按Next 就是下一版 就可以下一版 那我们 看回文卷 比如说这个就是 我们第一条题目 你又是Copy 你上面那个 当然 我刚才就改了一些 比如说 第一部分是关于你对源头减肺的看法 那当然了 你可以copy了一些字 Ctrl-C Ctrl-V 我想是详细一点的 当然你可以按照打字 没问题的 那我们试试打吧 我试试打给大家看 那这个Space 就是那个Ex Gap 就不要按多 不要按多一次 因为打错了 按多一次 它就会跳出去 就没有了 好 你可以打这些字 就没有所谓的 那比如说 这个第一条是第一部分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最顶的 接着呢 下面就是你那条 真的按问题 那就可以 请问你有多关注 源头减肺 那又是 又是Copy 那 这个不要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 一个Multiple Choice 所以我们要选 Multiple Choice 那它就会在这里 可以打我们的答案 那所以我们 又可以Copy 或者打这些答案 那 好了 那 那 文卷就说跳到第八条 因为中间我们用了一个Table 形式 所以是错的 应该跳到第四条 所以我们改它也可以的 没问题 那比如说 这一条你也想去加 刚才说不知道 他答那些 那你会看到 那你会看到 刚才那个 那个 interview station 我们这件事都是 跳了这些号码 其实没所谓的 你投稿 一二三四五 不是跟着顺序的 你跟着可以跳了一些 然后不知道不清楚 例如我这样 变了八的 那你就 在八九才打 这个答案也可以 总之答案的原则就是 你在一二三四五六 顺序 你有什么答案 他就给别人的 interviewer 就是输入什么 的号码 如果你六七是没有的 那他就进不了六七 那这个就是 想看一下 会怎么样 那我们按 pin preview 就看到大约的样子 OK 他大约显示 就会这样 当然一二三四五八九 就没有 那些号码就不会显示 OK 大约的形式是这样 那所以 这里打了一些答案 那我们右手边 就是 给一些指示 究竟 可以选择几多个答案 比如说 一个答案就是1 如果你可以选择两个答案 这里就打2 答案是可以有几个数 现在是一个数 所以一就对 OK 那这里就是 第几个项目 开始显示 所以 不选择也没所谓 OK 还有下面这个 require answer 如果你拼了 就是 访问员一定要 入一个数字 才可以跳去下一条 如果你 没有 选择这个require answer 他就这样 可以跳下去 下一条 下一条 就会跳下去下一条 下一条 下一条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 拼了require answer 那这个就是这样 刚才说的 interview logic 是在右手边 interview logic 就是你想跳去其他地方 但是 现在做其实是 未有意思的 因为 下面那条 也未有 或者再下面那条 也未有 所以你其实 不是很能够打到 一个logic出来的 所以最好就是 你做完下面那两条 做到全部 有问题之后 才去选择一个logic 去指示的logic 如何走 那我们就 所以这个我们不做了 那我们按licks 就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 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table OK 那比如说 这个table 就是有一个指示 我不再详细打 因为很花时间 那我就 放一些东西下去 就算了 这个就是 instruction 那这个就是 一个table的形式 刚才说 就不是molible choice 我们选第三个 answer group 那他选了answer group 就变成这样 这里就是 subquestion 每一条 所以我们抄了这些subquestion 进去 刚才说过 如果你太多 譬如说每一条question 都有十个字 你去到第六 第七个subquestion 就 interview session 就显示不到 所以就 可能五个 就已经是最多 就是我的经验 那这里也有 就是可以选择的答案 就是五至一 应该 刚才打错了 然后 就去按下 get是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table的上面的label 你已经做了一次的 那其实它会帮你save save like的 所以你选择get的功能 它就会将 以前的 用的label 可以立刻放进去 不过应该有点问题 因为大家都同时 正在用这个system 所以是 比较慢 那就 对 这样就是其实我们 就是 因为get 那里 就是最顶的 这个label 就可以 用以前 用过的 一模一样的 答案的label 它会帮你放进去 就是它有个地方 可以选择 又死了 大家有机会自己试一下 好了 其实刚才说过 如果未打 这里 刚才你显示的 应该是 这个位置应该是1 这里我记得好像是0.5 原本是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选择 你的答案 有四个答案选4 五个答案选5 然后在这个label的位置 打回你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法 做法 这可能会 弄幅一点 因为弄幅一点 按apply 这样就会 转了 转了 长幅 幅窄的情况 那你可以 试一下哪些位置 就是大家 我也是自己试一下 就是 多少寸 它每一个 column 的幅度 按下 按下 你选择 preview 就可以看到大概的位置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这样 这里就是 我试过做六个七个 刚才说过 就是太长 就不可以的 好了 接着 呢 就 呢 就 呢 呢 把握的 是怎样呢 这个 例如 如果 这个 我想去 请输入访问员编号 这样 本来在multiple choice 下面就要打一些 的答案 下去 那如果你选择 numeric 呢 那 你就可以 去 多少个数字 就是 最多是 最大的value 多少 至多少 那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那如果你没有打 那个 最大最小的 那个number 那它就 你什么number都可以 就是这样显示 类似就是 interview station 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我的介绍就是这样 所以 这张指导显示 就是其实有几样东西 就是 你要准备一个 question file 你要 就是 进入这个系统的 一个 platform sample 的那个database 跟着呢 你就是 你完成了之后呢 你要在这个 讨论系统 那里呢 去 试试开了它 然后做一个 database file 给它一个名字 就是这个database file 其实什么名字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给 然后 然后 才去用那些 interview station 开这三个 file 就可以做个 电话方面 我 在这个server 其实 就 放了一个menu 这两个就是 menu 这个 很简单 不是很多 这个 就详细一点 不过呢 都是最 基本的 OK 刚才我说的 有些 比较 详细一点的事情 就是要自己试了才知道 OK 那这个cate 呢 我们会用是 telephone survey 其实呢 它还有其他功能 可以web survey 都可以用的 那 就是 当然了 我这个就是我未用过 如果有兴趣 同时我自己看看 如何用法 就是上网做一些访问 都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在server 那里去download 就是在 这里叫 user 的server 接着 workshop 的file 这里 不是的 在 我放在这个位置 咦 又轻了 没办法 我们的server 都不是 很大的 所以今天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 都欢迎问我 或者是大家 试了的有什么经验 就可以大家去交流一下 OK 谢谢大家